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這哥安在講什麼東西 吉諾的女兒 1萬人是世界神秘 反正比你發病的比例非常低 1萬人才有 10萬人才有2到3個而已 吉諾的女兒得到了Bottom disease 好還有呢然後呢 我希望把公司賺的錢拿去成一個經費 然後就是來幫助這個 得到這個海鮮疾病的病友 然後就是要把這個錢拿去給員工吃飯嗎 然後這間公司前一陣 前幾年的狀況並不像今年這麼好 所以甚至有些員工有被降血 然後他想成立這個基金會 還想要把已經運行一陣子的 另外一個公益活動就是那個 騎車車的那個 飛胖兒子的那個 然後先把這個計畫 讚好 然後優先進行新的這個 南間疾病的工業活動 好 Ride for life的這個 Event 把它切掉 然後挪過來 然後並且把 原先這筆 可能多賺到這個利潤的部分 把它給 分給基金會 對 可是他有沒有講清楚到底怎麼分 一半 他有說一半嗎 他有說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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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在分配 分配 是 是他說的嗎 他說的分配 可是不知道 他說分配 他說有個人質疑他說 你說有分配是幾分分 然後他就不自可否 他說 就剝錢 剝去 並沒有講得很明確 好 成要分過去 所以有些錢等於說 對員工來講是 被這個剝削的感覺 是不是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重點 然後那個Caroline 就是他那個 那名字 好 重點出現了 有一個人叫Caroline 覺得他這樣的行為不太好嗎 就是找他這個財務長 想要有水 CFO 好 為什麼要找CFO 因為他那個 他的那個CFO 跟CEO感情不錯 嗯 他們從 大學吧 好像不是同學 還是高中 然後他們 因為那個 他們的CEO 是一個很重的企業 然後他們會把 例如說他比較熟人 他會視為一個 家庭分子 去做一個比較 友善的對待 然後所以他希望透過他的影響力 去影響到CEO的 決策 看有沒有辦法去遊說 讓他去多重視一下公司 目前遠方 可能 薪水面比較要解決的狀況 好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 很重要的訊息 或有趣的訊息 可以補充的 GINO開始把他的工作重心 都放在這個 社會企業者的計劃上 然後他開始取消掉 自己原美標出席的重要公司 角色會議 好 很好 還有呢 這一家叫DM-Bike GINO的公司 他是GINO的嗎 GINO的創辦人 GINO的創辦人 所以他有很多其他的股東 他是Public Company 好 這個部分要注意一下 而Public 並沒有到 Public 可以當上 Public不見得是上市喔 要Public Listing Company 才是上市 好 還有什麼其他重要的訊息 對於GINO這個人 對於GINO這個人 OK 就好像有提到的 就是 好像兩人類是有賺 就是公司有賺 但GINO似乎不不認為 這是原本的努力 GINO不認為是原本的努力 是 OK 你怎麼判斷出來的 就 就看不出來 你是看後面的說明講的 是不是 就是 就看一看 然後再看看 OK 因為他那邊有用一個用字 對 他在玩 他用那個Winfo Winfo等於是不義之財 他把他當然是不義之財 他把他當然是不義之財 而不把他當然是人工的努力 像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地方 他們那些公司 做很多CSL 可是馬上也會讓他們的員工去 做智工 然後並且 當他捐什麼東西的時候 公司會match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善心的公司 對於他們這種做法 還是感到非常難 他們學後的要的不只是賺錢 他也希望能夠做一家 做一個 讓別人尊敬的公司 用像這樣子的字眼來形容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GINO這個人 好了 個案裡面描述的GINO這個人是什麼樣子 是一個非常狂熱的 對於是他沒關係 你講沒關係 對 他只是一個非常狂熱的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會一直走 然後好像比較不會管其他 所以他跟人統治這個東西 他就會覺得是最熱的 然後就比較不會去管其他 其他房間人的想法 或是會盡力去 講好幾點是睡的 但就是要對上結束 要請法 也是個蠻強勢的人 好 那 最後一個 那這個跟Karen有什麼關係 Karen他 他雖然他很多年 但他一直進不到 但是一定會有確認過去 進不去就進不去了 這件事情跟他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他一定要說服GINO 他可以想說他分紅 好 兩個 一個是他自己也想分紅 對不對 再來事情是說 對於員工來講 員工的薪酬的部分 本來就是人資主管 必須要想辦法幫他爭取的 特別是來自於說是 接下來也有很多 先的訂單下來 那在很忙的行程之下 如果沒有給員工好的報償的話 HR主管也應該擔心 公司的士氣是什麼樣子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來講 好 跳到下一頁 我想大家請各位來思考 以下的這幾個問題 再跳到下一頁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是說 請各位先簡單的 用原則的方式 來稍微思考一下的事情 是說 就原則上面來講的話 你覺得 一家公司 他該做哪一些的 CSR的活動 這個事情來講 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決定的 這部分請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一家公司的CSR活動 該選哪一些 是怎麼決定的 由誰來決定 以及為什麼 第二個 是來自於說好 那麼 在各位裡面來講 這個Gino來講 他想把所有的錢 把這些機械額獎金的部分 儘管現在不知道是多少 但知道會是不少錢 以及說 把這些錢 以及說目前放在所謂的 Right to life 這個 既有的CSR活動上面的錢 把他挪過來 去做所謂的一個 對抗Botten Disease的一些活動 這樣子的做法來講 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 如果你覺得太過分的話 理由是什麼 你覺得拆架好的話 理由是什麼 還是你覺得你不知道 那也可以 告訴我 你為什麼不知道 好 第三個 在這個個案來講的時候 你覺得說 就Gino這個Case來看的時候 到底這家公司 適不適合去 建立一個CSR的program 來去跟Botten Disease來做對抗 然後呢 請你告訴我說 為什麼 特別是來自於說 如果你今天同意 Gino的講法的話 那第三題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建議是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的事情是說 對抗Botten Disease這個東西 對於這家腳踏車公司來講 算是他的什麼責任 那個地方可能會給各位一些 有趣的想法 第四個問題 前面我們是以所謂的公司為單位 我們來講一件事情是說 這家公司到底該或不該做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人出現了 這個人叫做 長期無法擠入全力核心的Caroline 好 Caroline的責任是什麼 他是HR的人 表面上面 表面上我們說HR的主管 要幫員工爭取權益 但你請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當你要罷了員工的時候 你是用HR主管來下令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Caroline這個人的話 碰到這個情形 你到底該怎麼做 你要不要說服Gino 還是你就閉嘴不管他 尊到Gino的做法來做 或者說假設你要說服Gino Gino不同意的話 你要怎麼辦 這部分請各位有時間的時候 稍微想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要尖詐一點 討論一下說 理想上面我們應該這樣子來做 但是當我今天處在 那個衛視上面的時候 很尷尬的時候 我該怎麼做 這今天的四個問題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的話 恩怡幫我分那邊的同學 我來分這邊 我在想怎麼帶這個主題 後來想到的一個遊戲 來我先抽幾個人出來 抽到的請你到前面這邊來 第一個太子麟 第二個王柏瑤 柏瑤在哪邊 然後第三個 然後第三個 少偉在哪邊 抽出來的 好來 安靜喔安靜喔 恩 偉尤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你覺得Gino是什麼樣的人 還有呢 要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還有呢 要直接 直接 還有呢 剛剛沒有很少 你想 這樣你讀個案讀了沒 Gino現在心情好不好 從各位裡面來看 從各位裡面來看 為什麼不是很好 因為他女兒生病 然後 想要幫助他的女兒 然後他不在乎自己的公司嗎 可能現在不是他人生目標的第一個優先 他第一個優先是什麼 就是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OK好 謝謝 然後再來 那個CFO叫什麼名字 我們看一下 Gin Gin 對 Gin 來 你覺得Gin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對他印象 從各位裡面看起來 Gin是什麼樣的人 來 形容一下Gin那個人好不好 形容一下他這個人 長什麼樣子 很有意氣 很有意氣 什麼樣的意氣 為什麼他很有意氣 Gin是Gino什麼人 好朋友 Gin本來在什麼地方上班 華爾街的大型公司 然後跳過來這邊 為什麼要跳過來 他認不認識 他跟Gino除了說是好朋友之外 還有什麼特殊的關係 他認不認識Niko 他建設他們 看著他長大的 看著他長大的 看著他長大的話 好像有成交婚禮 有成交婚禮對不對 對 看著他長大的 那你覺得你喜不喜歡這個小孩子 看起來的話 會不會喜歡 應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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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女兒乾女兒 那你覺得公司重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什麼叫重要 什麼叫重要房 好 就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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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少事 沒有中 然後 然後 員工 而且 現在 個人一開始有 就是 Caroline有在期待 好不容易穩定 然後 有大量的單位 所以應該是就是 要賺錢 要發財 好 那子玲告訴我一下 Caroline是怎麼樣的人 感覺他就是 滿以大家的利益為重 因為他可能是 自己是HR 他可能就會想要員工 然後 可是 他就希望大家可以加 因為他自己也想加薪 所以他就想讓大家可以加薪 然後 他就感覺 就是有話想說 但又不敢說 所以他才會跑去找CFO 就是拜託CFO幫忙 然後 可是CFO又跟他那邊說 然後 我跟CFO很好 然後 像我來講 就是我跟他兄弟 什麼之類 所以Caroline就是很 很尷尬這樣子 好來 挺好 你也上來好了 來 這裡面還有一個人 叫做 行銷副總 是不是 你不可以行銷副總 這個質問 個案裡面 有嗎 來 行銷副總幹什麼的 行銷副總做了什麼事情 好像 好像 Gino 是在開會的時候 有發問 就是你確定嗎 好來 我們先這樣子來問一下好了 未來各位有沒有人想走行銷的 有沒有想走行銷的 我們凱洛琳 他也想轉做行銷 你們兩個先留下來 不行 來 你們覺得做行銷來講 你想追求的是什麼 告訴我一下 對一個專業的行銷人員來講 你想追求的是什麼 形象 品牌價值 還有呢 還有呢 差異化 還有呢 你浪取的一個活動 可能會有很大的成就感 對於你來講 這對你最大的成就感 作為一個行銷人員來講 什麼是你最大的成就感 除了你拿到那個錢之外 什麼是你追求的 讓大家知道什麼 讓大家知道公司 還有呢 還有什麼呢 給你很大的成就感 定利一個價值 定利一個價值 還有呢 你浪取的一個活動 可能會被接受 然後做起來不錯的時候 你會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吧 是不是 這是挺好的責任 來 現在我們來玩一個簡單的角色扮演 我們剛剛在問的第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在問說 到底 這個CSR的這個東西來講 到底該由誰來決定什麼方向 那時候我們聽到各式各樣的說法 有的人覺得 CEO 他自己來決定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的人覺得說 這應該由高階主管們 湊在一起來決定 甚至搞不好董事會也應該拉下來 好 那anyway 我們先假設一下好了 這麼大的投資的錢 我們可能還是要涉及到一些高階主管 所以呢 在這家公司來講 我們看到了四個人 來 這位 是我們的行銷副總 行銷副總 最大的責任 他應該要是盡量的 做到很多 你是行銷副總 他想做到什麼事情 你是行銷副總 你是行銷副總的話 你想做到什麼事 你 只要能對公司好的 都可以 能對公司好的 你會不會需要你自己辦的活動 辦的還不錯 會活下去 會不會想要活下去 對啊 效果好的話當然希望 如果效果好呢 但如果 如果現在效果好呢 當然繼續啊 好 先假設現在效果好好的 好 好 來 然後你的話 你是那個財務長是不是 好 財務長在乎什麼事情 你剛說在乎錢對不對 現金 然後你又是他的 好朋友 又是你好的 好的 那個小女孩也是 你看他長大的 我跟你 好 那 你既然是 進我的話 你應該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 公司的兩個方法 沒有 以這個個案裡面的角度來看 你會是什麼樣的人 現在的情況應該是 就是 替家人 找一個 對 想罵 要總共罵 來救助自己的女人 那你是要幫人工的 好 請你們四個人在那邊 模擬開一下會 讓我們知道 你們該怎麼把這個東西 解決 拉個椅子過來現在開始 你們可以拉椅子 拉桌子都可以 開始討論 對 你們就這樣 拉過去這樣兩個兩個好了 好 好尷尬 這樣子 我們知道這四個人都沒有串通對不對 來我要加上一句話喔 你們四個人的責任是 你要盡量達到 原先角色設定你的目標 這是你盡量要達到的 好吧 現在開始 問題是由人之長提出來的 所以人之長 你要怎麼提出這個問題 金總不能笑 金總現在很哀怨 你不能夠露出半點笑容 忍住 忍住 不能笑喔 開始 我覺得 我覺得你剛剛有提到說 這是那個 要把我們公司都 就是賺了錢 再用於那個 那個 你女兒 就是 男性疾病的創立 他的基金管轄 我覺得這個出發點 非常好 可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需要考慮到我們內住員工的心情 因為前幾年我們公司收入比較高 然後他們有一些員工沒有加薪就算了 還被解析 所以其實已經有一些員工很抱怨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公司呢 可以先把這些多餘的錢 就是先分給員工 因為他們也很努力的為公司付出 那可能在比例分配上 我覺得 就是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可能50%先拿來分配 那剩下錢 可能可以一半一半 一些投資在原本的那個齊審計畫 然後另外一個就投資在這個 產生疾病的基金會上 請問您覺得如何 那財務長是他 財務長是他 來 暫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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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下來 在個案裡面的時候 在個案裡面的時候 呃 對於Gino來講 Gino怎麼看待這一筆 我們多賺到的錢 他覺得 就是員工做的是 本來是 有沒有要幫他一下 天象掉下來 這筆多賺到的錢 天象掉下來的 還有呢 還有什麼是Gino 他有趣的跟意見在裡面的 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會影響到 對於你來講 可以描述Gino 怎麼看這個事情的 有沒有一點 他是在說 呃 公司有賺錢 是因為 呃 員工有努力付出這個部分 是因為 我有給他們薪水 我給他們薪水來講 就滿足了我跟他所有的一個義務 直接多賺到的錢 就應該跟他們無關 就是在Gino所在意的 好 所以聽到指令這樣講 聽到柯惟靈告訴你完之後 你再來怎麼辦 你還是一樣先問 先問這個 這位所謂的一個 親愛的財務長嗎 財務長 財務長你要怎麼說 看你的 不能忘記他的角色 因為看 看Line 然後看Email 不是不是 柯惟靈放在Line上面 所以下次演戲要先講是不是 對 才能夠入戲 對 沒有 剛剛有人講講 我才發現製造很好玩的 嗯 呃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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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把一些分給員工啊 員工竟然有獨立做事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GINO 這樣有入戲嗎 有 就是要看這樣子的東西 想一下一下你是GINO 你要怎麼辦 想一下你是GINO的情境 模擬一下那個心情 這個比例有點難抓 那個短久20%好了 20%啊 是不是有點抬鬆 為什麼你覺得抬鬆很重 老師員工會有滿多的 而且有些人 他們想來被解析 公司的理由 那不是每一個人的業績都有達標的嗎 他有業績嗎 對 沒有提到 就是 消息銷售人來看 你的話 或是 業績怎麼定義 可是業績應該是整體公司的業績吧 因為他不是業務職 每個部門都會有KPI 那有達到部門KPI的員工再分紅就好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的意思指的是 如果這些人總共分紅 總共的Pool是多少 因為原先我們公司賺了這麼多的錢 那原先我們以前的規矩來講是 把多賺的錢這個部分我們分出來 像您所說的 一部分我們想拿來做CSR 所以我們才會投入到 您剛所說 之前我們投入到的那個很有成效的 Right for life 這樣子的東西 而另外一塊 我們是拿來 作為員工的一個分紅之用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如果說 把這個錢拿去做別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員工就少掉了一些 少掉了一些錢 其實他們本來該得的部分 那這時候他們一定會抗議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公司最近又要加班 員工也會覺得不服氣 那有可能會讓他們覺得 不想做或者跑掉 這樣不是不大好嗎 而且你像告訴我們說 我們公司就是一個家 然後我們公司是一個 很講良心的企業 這樣子的話 我怕我們很難以跟員工交代耶 對 你說得好 你說得好 被罪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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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協了 加薪 加薪 我發現不能這樣玩 這樣玩下去之後 你們都不會入戲 金總 你太懦弱了吧 我覺得 我本來就覺得 現在你是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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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會不會覺得 你都這樣那邊都沒事做 我知道怎麼講 你怎麼沒有跳進來 抄你該要的東西啊 Gino 我知道怎麼講 我知道怎麼講 我想一下 是不是這樣 我知道這個公司像個家 我也把你們都當家人 然後 我有考慮過他們 但是 你現在是Gino 現在是Gino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活往不足 他們可以做 就是 但是 你們有考慮過 公司的錢 再賺就可以了 我女兒 五到十歲 可能就發病 就走了 那我們先撥這一筆錢 去救救這些人 我們這一筆多了錢去 就這些罕見兒童 成立一個情願幫助他們 我們錢可以再賺 我會幫你們當家人 那 我希望你們也把我女兒 當成是你們的家人 是你們的乾女兒或妹妹之類的 是 是 是這樣嗎 是 是這樣嗎 好 先這樣沒關係 你也應該要講話 你的活動快不見了 活動快不見了 活動快不見了 但是我還沒有 還不知道他們會有比例 不然就是沒有你的份啊 我已經沒有我的份了嗎 對 那個行動會脹 那個活動會脹 麻掉 所以我現在對 請便啊 你也可以先插嘴 那 那 他是Gino 他是Gino 我剛剛把他心裡畫夾出來 我是覺得 因為目前這個活動的效果 是已經有出來了 然後 你在做任何整車的時候 你還是要以 嗯 企業的利害關係 以企業的親密 以及 首要目標 可以主題 挑戰入魂 那請問 我請幫你把這個活動延伸到 還是 哇 哇 少辦一點活動 少一點小朋友出來騎腳踏車 他們一樣活得好好的啊 然後你捏錢拿過來 你捏錢拿過來 多投資在這邊 說不定我們可以救助這個十萬人當中 以前有兩三個小孩會掛掉的 現在可能可以讓其中的一兩個小孩子 可以因此改善他們的生活 改善更多的生命 你不覺得這樣更加值得嗎 沒有 剛才換了一兩個小孩子的生活 這是我的公司很強 這對我們的社會更有價值啊 可是我們不是十三期啊 那那個 Rython Live 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面對網 box他的廠 所以就會更多人看到我們成品 機能 機能 所以說採用你怎麼做 我們能做它 我們可以做它的比例 不會那麼高 我們應該是要先 員工薪水的部分暫時不關你的事,不是他的事 因為Rite to Life的效率之外,所以我們要先把預算準備到這邊,讓他去持續 那如果甚至有多餘的錢,我們再去執行自己所要的情況 這個活動可以結,我覺得可以結,可以想想辦法 這個很適合當官喔 高雄可以蓋摩天輪,就想辦法哪邊可以蓋 好好想一下 好,你們覺得你們會打成共識嗎? 那你們覺得到最後可能會變什麼結局? 先問一下好,一,為什麼不會達成共識? 因為GINO的個性 他就不想給錢啊 他就是想要放在那個基金 不是,他就是要把錢拿去弄那個基金 好,二,那如果 那再重新之外,你們覺得到最後會怎麼散場? 不誇人散 你覺得不誇人散? 好,沒關係,先回去上,謝謝你們 好,剛剛做了一個不算很成功的一個 simulation 但是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可能可以或多或少的稍微抓到一下說 在那個案例裡面來講的時候 裡面可能碰到的一個 tension 所謂的一個各自的一個主張 其實下次我應該換一種方式來訓練各位 因為我坦白講好了 那個GINO對我來講 他實在不夠強硬 一點都不像GINO 因為他沒有辦法進入到GINO那種所謂的一個 他的小孩子出了事情 然後自己創辦的公司當中 自己創辦的公司,雖然是自己創辦的公司 但是小朋友出了事情之後 他全心全意很想為這個小朋友做些什麼事情 用盡他的權利 他手上唯一可以用的資源之一 就是這家公司了 那個心情的感覺當中 可能因為我們都還沒有那種經驗對不對 所以沒有辦法把自己同理到那個情形之下 把它反映在你剛才的一個 discussion之下 然後那個CFO好像是一副事不關起的樣子 CFO就算了 這次不關起的叫那個什麼? 行銷副總 有事沒事都不幹我的事情 我給我的薪水就好了 一點都沒有讓我感到那種行銷人的熱情 但是大概可能出來的Tension就是像這樣子 行銷的人會想 特別是希望自己能夠在運作良好的活動來講 可以運作下去 因為人畢竟是希望自己的成就 可以不斷延伸下來的會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在歌裡面來講 就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囉 首先第一個 到底一家公司的CSR的活動 該做什麼事情 該由誰 或者有什麼方式來決定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見解 該由誰或者有什麼方式來決定的 誰可以分享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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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講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事情是說 這邊 高階主管 帶領一般員工 然後我們來讀書 開會 然後共同去抓到 所謂的社會價值 再來滿足這個社會價值 是不是 再來跟企業的核心價值 我把它叫CV好了 核心價值兩邊要相互的呼應 這樣子的做法好不好 由高階主管 帶領一般員工彼此開會來讀書 再把它一路的上報到上面 一起來開會決定 列出所有的選項 檢視一下哪些社會當中追求的價值 哪些是我們公司所在意的價值 找說合適的我們再來做 各位覺得這樣子的方法好不好 為什麼你們這麼快都說不好 因為他這樣子等於假設說 是下面的員工認同 高階主管要去帶領 這個議題 等於說下面的員工 就是認可這個社會 企業社會主任的議題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有可能企業員工不認同上面的這個理念 第一個問題出現了在於說是 員工不見得會認同 你指的是企業所認為的social value 還是企業本身傳帶來value 因為像剛剛的思維說 例如說高階主管會去帶領下面的員工 但是這個前提有點像是很連貫性的 等於說下面的員工可能也認同 高階主管所想要傳達的理念 所以他可以讓這一個一系列的這樣的推廣成功 但是很有可能是下面的員工是不認同高階主管這個理念 因為畢竟像以這個個案來說 例如說他們的薪水方面沒有去調整 然後反而是拿來做社會承認這方面 那就有可能會引起不認可跟反抗的這個問題吧 好 還有 可以 就是在這個前提下 為什麼我們說可能是可以反對他利用的切合的價值 然後強制的帶領底下的員工 其實底下的員工也可以在組織會過程中 反對他們認為的社會價值 或是他們認為的切合的價值 然後來共同追尋 所以全組織是帶他來投票選擇 哪一種是我們要的 導出一個方向 全組織是一起來投票表決嗎 沒有那麼多 那不然怎麼決定 大家一起討論完之後就會有共識 然後就會一起鼓掌叫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方法不好的話 你能不能告訴我 除了剛才同學告訴我們 員工可能跟高階的核心價值不同之外 還有什麼誰要潛在的一些缺點 整個過程太長了 你公司自己部門的員工 要達成共識就很好 你還要再跟別的部門的員工 再達成共識 才能上報到最上 對 公司一般做個年度計畫 也是頂多這樣從下到上拉到三個月 做得出來就已經可以偷笑了 連個CSR都要玩一次的時候 我們公司有半年的時間都在做規劃 所以整個的程序冗長 運作上面來講也會有問題 如果這樣有問題的話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決定出來說 我們CSR到底要做什麼 他可能有哪些方法 如果有高層提出三個方向 然後讓公司人去選 就是他們原來的方向比較好 這樣會不會比較有效果 你覺得高層列出三個方向 下面來票選可能會比較有效果 各位看官認為呢 各位看官們 你們覺得高層列出來三個方向 現在聽到兩種說法囉 第一種是 他告訴我們說的事情是說 由高層列出三個方向 高層指的是誰 就是CEO 好 CEO列出三個方向 讓下面來表決 另外同學告訴我們說 由員工列出三個方向 讓CEO來選 這時候讓各位投票 因為那個收起來了 投下票了 覺得一 應該高層列三個方向 讓員工選的 這叫一 然後二 員工列三個方向 讓高層選的叫做二 三 這兩個方法都很爛的 請你選三 來請投票 謝謝 覺得是一的人 能不能舉一下手 高層 高層 高層列三個方向 讓員工選的 一位兩位三位四位五位 好 你有五個好朋友 好 覺得是 員工 列三個方向 員工共紅 列三個方向 列完之後高層來選 能不能舉一下手 一個 兩個 你自己都不舉 我只是 回 你自己都不贊成 我沒有要舉這個地方 我只是 走錯 好 三 兩個都 不是很好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這麼多人 好 那我們用刪去發好了 那個方法我們也先刪掉囉 那 你們要怎麼選 你們要怎麼決定 剛剛有舉手的人 你們覺得該怎麼決定 股東會投那麼多票會死人 那是一 然後二 基本上股東會來講 他不會對這些事情去做處理 他一般來講 股東會和董事會 最主要處理的項目當中 主要是在高階主管的任命與否認 以及來自於說 公司相關重大的一些投資等事項 那是指於董事會的權責 好 所以董事會和董事會 股東會可能是一個選擇 還有呢 成立一個CSR部門 專門用專業的去評判 評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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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判 喔 CSR部門 成立一個CSR部門來做 喔 顧得好 各位覺得這個idea好不好 成立一個CSR部門來做決定 覺得這idea有不錯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我覺得資源要做 這跟好很好 沒關係 你有的接準做就倒 就當然是一個很好 什麼事情有段 任務的當然是最好的 就是每個企業大小小就不一樣 你小的簽就做不到 那小的簽就不用做一些 CSR 還要調查 調查 需要看 我覺得 沒有任務 但是他不一定要給你多多薪水 所以又是介紹 那誰有介紹 還要進CSR 想進CSR委員會 請你先做功德 是這個意思嗎 賴清德現在還沒有要出來選 所以不用談功德 謝謝 好 這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問題本身一直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因為到底該由誰來做 當然廣義上面來講的時候 有人會提到股東之類來做 為什麼要提股東呢 他的理由可能是說 公司的錢是由股東出的 當然股東自己來決定像這類的事情 可能是一個選擇 可是在事務上面來講的時候 然後在這麼多的意見之下的時候 事實上本身 企業來講是很難去做決定的 那第二個 還有可能性是好 我就委託給CEO來做 為什麼委託給CEO來做呢 因為CEO本身是我們所有股東的一個 綜合的一個代理人 用一般性的觀點來看 那是可能的一個選擇 或者是 第三 也可能屬於 又是像CSR委員會 或者倫理委員會 之類的單位 來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對於某些公司來講 也可能把它封在 有人封在公關跟行銷 一起來做像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但是anyway 這些東西來講 CEO本身會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有趣的角色 所以第二個問題又出來了 第一個問題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最困難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很看情境而定 那對於某些公司來講 它甚至會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去邀請外部的人 進來參與決定看看說 我們有哪些CSR的專案 是我們應該要來投入到的 某些公司會做到像這樣子 而某些公司可能就是直接把它由 所謂的一個總經理 或者董事長 覺得什麼東西該做 我就把它做下去了 就是在外面當中 目前來講 比較常見的一個項目 好 那如果在這個公司 我們可以建議起來來說 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二個問題了 這個個案裡面來講的時候 Gino決定說 我們今天來做Botten Disease 這個東西來講 好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有爭議性 為什麼Gino這個圖案的決定 會讓大家覺得有爭議性 它的爭議點在哪邊 因為它是基於個人的利益 你覺得它是基於個人的利益 她個人拿到什麼利益 她的女人拿到什麼利益 她的女人拿到什麼利益 也許有常見 比較丸子的機會 好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 Niko 就是Gino的女兒可以得利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對抗Botten Disease這個狀況 Gino的女兒叫Niko 這個人可以得利的可不可以舉手 好 你覺得她並沒有辦法得利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也有不少人 好 為什麼你覺得她不能得利 因為 就是她等於說如果你今天曾經 會你可能要頭部開發再研發 但是她很多人 她就顯著可能一到十歲這個期間 她就會發病 真的是更可能接待到十歲 所以這個時間的長段就是 對於發病是不是會死亡 並沒有顯著 並沒有顯著跟顯著確切的一個因果關係 是 是 好 放波 放波 可是有很多什麼陽光基金會 就是什麼 就是燒傷的人 她也是 她也是有這個基金會存在 可是她的目的不是 她的臉也不會變好啊 可是她的思考這麼多 跟她一起臉變成醜人 她就會覺得很危險 比較安慰 就會比較安慰一點 因為她知道世界上有人 她不是特別奇怪的人 其實是很多人都存在 我不能說你錯欸 對 她部分的效果的確是像這樣子 只是不是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表達的而已 這是比較有趣的 我們一般來講的術語上面 其實是說 讓她去看到一些可能 因為對於燒傷傷的人來講 等於說是 她因為外表的關係 她暫時毀掉了 以及甚至可能有失能的狀況 燒傷傷很可能會失能 所以會造成的現象是來自於說 她突然會喪失掉自己 對於自己的一個認識 她不知道自己 現在這個樣貌來講 她到底算是什麼 那透過看到其他人 那些相處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她去發現到一些 可能潛在的 自己未來潛在 可能可以變成的一個形象 那透過像這樣子的方向 她可以找到一個方向 那個其實是有的 但是倒不是說看到別人這樣 你就覺得 幸災樂或覺得自己很開心 自己不是最賽的 沒有開心 就是沒有開心 好 還有誰覺得說這個東西 其實是 Gino女兒並沒有直接獲利的 除了時間的關係之外 她並沒有拿到錢 那個錢也不是直接給她女兒的 所以她女兒並沒有直接拿到這個東西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Gino做這樣子的座位來講 你還是覺得她是很自私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是來自於自己自私的角度出來的 還是來自於她是為了社會公益而做的 對於對抗Botten Disease 這個事情來講 你覺得 從個人裡面來看 你還是會覺得 這是一種 出自於個人自力追求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你覺得說 這是為了社會上面 所有得到Botten Disease的人的好 而做這樣子的決定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這比較少數的同學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這種 環境疾病 就是因為很少人流生 才叫環境疾病 那自然比較少獲得一切是 世界的關注 跟資源的投入 但是唯有這些人得到之後 他們才會 投入關注在這個地方 那既然她是一個 職業家有這樣的資源去 做成這樣子的世界的貢獻 那他們其實就應該一不容辭 是當然不讓 那 所以我覺得是說 儘管她的女兒 她也許 在短期間 並沒有辦法獲得這樣子的注意 沒有辦法成功的恢復 可是 她有辦法 遺愛人間 或者是說 就是 後續的人 會有一些幫助 那我想 這個 這個也許就是這個資金 讓她 能夠 留下這個資源 所以對於你來講 這 因為她女兒得到 得到了 這樣子的病的狀況 使得她 aware了 她知道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 現象的存在 那可能因為像這樣子 使得她 她可能 並不見得是一種私利 造成的 而至於她發現了這個 少被人關注的疾病 而願意救出她 你也是這樣覺得嗎 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不會有一個人 因為 全世界很多人 會感冒 所以這是一個感冒疾病 可能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這是罕見疾病 所以比較容易被忽視 而且她也缺少了 過去的研究 跟一些資源 所以她需要做這些 只是說 剛好在這個個案發生 是因為 她跟這個質疑上 有比較直接的接觸 所以她當然會有 更有這個熱忱 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她做這件事情 當然她一定會 有一個幻想是 有機會可以救到她女兒 但她 所以再根本一點 她並不是只是 為了救她女兒 就承認這個機會 她也是想為這個病 為這個社會 做一點被大家忽視的貢獻 好 我們兩面猜開來看 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巴三弟弟這個東西來講 對於這家公司做什麼的 腳踏車 對於一個 坐腳踏車的公司來講 算是她的什麼責任 慈善 為什麼算慈善責任 應該不是一般社會 會不會認為她該做 社會並不喜歡她這樣做 社會並不喜歡她這樣做 而且另一個角度 再來就是說 她做這個事情 是基於希望這個社會 變得更好 而不是去避免這個社會 受害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來講 對於她而言 這個東西可以算是 一個慈善責任 好 如果她算慈善 那麼再換過來看 剛剛同學們 很多人覺得說 她是為了自立的情形 來做這個東西的人 有沒有人可以 稍微去發展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 這樣是一種自立的行為 老師 我覺得雖然她女兒 就是像剛剛講的 不一定用得到這個資源 可是 因為喊病其實她 大部分是遺傳的 所以其實很多父母 會覺得 小朋友得到喊病 是她的責任 那我覺得她成立的情形 會不會有興奮 可能是她為了要她自己的那個 內心的補償跟安慰 對 可能是她的一個motivation之一 對 我覺得有可能是 如果只是 這個活動 只是安慰 這個活動是基於 為了撫慰你的心 而進行這樣子活動的時候 其實話講難聽一點 就是我們大家花錢 來幫你療癒的一種 自私自立的行為 可是我覺得雖然她的出發電 可能是這樣子 但她之後造成的效益 一樣是剛剛施風跟那個 家政他們講 就是會對全世界 可能一樣有這個疾病 或甚至可能 每一種病的人都很少 可是他們都是含這疾病的病友 那這樣子 其實如果可以讓他們聚在一起 那其實也是對社會的另一種 就是有貢獻 好 我們再來看 除了說巴南迪迪這個東西 這個 好 為什麼巴南迪迪這個東西 會持了爭議 第一個問題是來自於說 這個東西到底算不算 該公司該做的事情 或者用你們的講法來講 不符合你們的 該追求的社會價值 我用這個字眼來看它好了 還有第二個議題又出現囉 就是因為我覺得 你們有一點時候 那個 員工是這家企業的 最直接的母愛企業 但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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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擴散一層 是社會大眾 是比較 像是間接的母愛企業 但是他直接 網路了直接關係人的權益 然後去做 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個 寒淨疾病 所以第二個 正義點又出現囉 如果我們把 寒淨疾病的 這些病童 當作是厲害關係人之一的話 我們會發現 事實上 員工 因為這個事情會影響到員工 對不對 員工的分紅 員工才是我們公司的一個主要厲害的關係人 可是這個時候 你在 沒有顧到我們員工主要厲害的關係人的一個厲害關係之下的時候 你反而犧牲了他們 去更加做一些所謂的一個 如果我們書籍上面叫做所謂的 制要 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的話 這樣子合不合理 對你來講是一個爭議 為什麼這樣是一個爭議 主要我覺得應該先顧 像這樣子 是不是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 這個本身的預算是來自於員工的分紅 所以 因為這個執行長突然的 這個預算被托來做協索 所以 那會影響到員工的利益關係人的層面 好 除了這兩個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東西 閒小掌 你跑哪去了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講 可是跟你還是無關 蛤 你要不要去選高雄市副市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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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公司已經有一個已經在做的效果不錯的一個 CSR 活動 叫什麼? Ride for life 是不是? 好 Ride for life 來 Grade for life 這個活動來講 第一個 你們覺得這個活動 跟這家公司的營運項目有沒有直接的相關? 有 所以你們覺得這到底是一個慈善活動 還是一個行銷的活動? 是 都結合好 那對於這家公司來講 去幫助一些想稍微苗條點的小朋友騎車子 這個活動 這個東西來講 它算是公司的什麼責任? 如果我們用四個責任的分法來分它的時候 你們覺得算慈善? 我們來表決看看 覺得算是法律責任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全班沒有白癡還好 大家聊天歌 覺得經濟責任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覺得是倫理責任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覺得慈善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為什麼你們覺得是慈善? 社會不會期待 社會不會期待 你這樣做 另外因為對於所謂肥胖的人來說 並不是一定 會跟運動扯胖 會有連結 因為運動可以減肥 但是運動不帶有太多運動 不一定會直接跟腳踏車人來接 所以人們會期望肥胖的人需要減肥獲得健康 但他不會馬上連結說你需要去騎腳踏車獲得健康 所以我們暫時這樣講好了 它基本上是一個 對你們來講 是一個叫做 具備直接行銷效果 得一種慈善的一個initiative 然後效果不錯 好 那我就要帶到下一個問題了 系列做CSR來講 如果都是慈善的話 慈善責任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這個東西 來 嗯 少洗一點腳踏車會死人嗎? 會 真的肥胖還是什麼呢? 就是太肥了嗎? 會這樣第一名 因為是瘦命 所以當然就是 渾得美好 對啊 像是小朋友 體裝好一點 好 巴噸底弟子會怎樣? 會死 你覺得巴噸底弟子的人活得長 還是胖子活得長? 胖子活得長 胖子活得長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我不去救這些命比較短的 而我要投入在救比較胖的 如果你們告訴我說 企業在做這些慈善責任的目的 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話 比較短的比較難救嗎? 哈哈 好 有人告訴我是因為 短的難救 而且比較少 比較少 可是 它裡面有提到 現在只有他們在做 如果是他們會是第一個 launch 這個Valent Business的計畫 對 所以他們 這裡也是一個賣景 因為 前面沒有做過 他們就一直開口 然後可以去引擎排位 OK 所以它還是有優點的 對 對你來看的時候 好 在這兩個活動之下 你會選哪一個? 有人告訴我 Budden Disease可以讓我成為第一個 像剛剛說到第一個 就是說 我的漢堡拿來送別人 結果別人說 你去別人那邊買漢堡一樣 這樣子的轟動了行銷手法 所以這是我應該選擇Budden Disease 第二個呢 是來自於說 我根本找不到Budden Disease 跟我們腳踏車公司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應該繼續救我的 Ride for Life 那 對於你們來講 你們覺得這家公司 應該優先選Ride for Life 還是應該去選擇新的Budden Disease 覺得你去該沿用 該去沿用舊的 所謂的CSR的Program 去讓所謂的Ride for Life 這樣子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覺得想該轉去Budden Disease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拿來當作第一個 並且還可以順便救老闆的 還有可能會 不小心救到老闆的女兒 所以你們覺得老闆女兒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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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可是他 老師那個個案裡面 不是有講到 他已經把他拿來的照片 全部印在他腳踏車上面 就是他以前的廣告 拿他的女兒出來印 就是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做法 是第一步可以先引起大家的注意 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要把照片印在腳踏車上面 對 然後 他現在目前這是第一階段 可以跟終生計程去做結合 但是 未來往後 他如果繼續Launch 就是 他想要往Budden Disease 這方面發展之後 會有比較大的注意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帶到後面的議題 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現在Caroline的話 我們也知道Gino到底怎麼想 他是一個很固執 很理想化的傳教士 那種人 你想像一下 一個傳教士跟他講說 師父的美好 想像一下這種困難就好了 好 然後你現在Caroline 你的責任就是要跟Gino說 你這樣子做是錯的 這是你可能是選項之一 所以在這行程之下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是Caroline的話 你會怎麼辦 你會跟Gino反應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你會裝死當作沒你的事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裝死當作沒你的事的人 欸你怎麼不舉手 好 好 如果 如果你是 你會反應的話 你會怎麼反應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會怎麼反應 老師如果我今天是那個 人心主管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建議CEO就是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鼓勵 鼓勵的問題 就是他可以 基本上他是要基於同級心 他基本上 員工要照顧沒錯 那這些 海間病患 也要照顧沒有錯 但是 但是就CEO 他應該要帶給員工 就是說 我今天把這些賺的錢 譬如說 我六十八七十八 送給你 那我可能二十八 去維持我那個 原本的 原本的社會運動 那剩下十八 就是我把它 投入到 罕見疾病的研究 那我CEO本人 我另外再投入 我個人的所得 可能就是 一樣 跟這十八一樣 一樣多的錢 那我就是讓你們 這些員工 拿到根本沒錯 但是他們 我會傳達你 就是說 就是可以多做一些 社會責任的東西 他們的員工 他們是自主 他們是發持內心的 想要去 做這些社會運動 而不是公司 是哪一類的社會運動 就是那個 海間疾病的研究 是 他們的員工 拿到根本之後 他們自主 拿出來 到這個基金會裡面 我覺得這才是 一個 基金會裡面 是 好 這樣子的做法 好不好 好 覺得這樣的做法 有缺點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 是什麼 還都覺得不錯 那我好奇問你一下 每個人都交錢了 對不對 就是 你看你有興趣的人捐錢 對不對 那我沒有捐 老闆會不會發現我沒捐 我覺得這是做法的問題吧 就是只有基金會 用匿名的方式來做 對 好 那如果匿名的話 都沒有人捐的話 老闆會怎樣 沒有人捐 那就是他們不想做 那你也不能強迫別人做一個 OK 所以這樣對老闆來講 是可以讓他 容易讓他視像的一種方式 對 好 很好謝謝 來 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還有誰有朋友的方法 你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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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創意很好 很有創意很好 除了這個有創意的玩法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方法 是你會用的 那個用類似企業 長時間發展的情況來看 因為企業現在在成長間 等於說 我們如果不投資 在我們生產資源上 下一些額外的錢的話 或者是我們之後的人 才找我們這一筆錢去做的話 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在未來訂單 成長的情況下 繼續去 幫公司賺更多的錢 那 同時間這樣可能就會造成 我們之後 我們原本在做CSR 甚至我們想要 現在做這個CSR的計畫 可能會就此中斷 我們沒有任何外的錢 去投資這一塊 所以 以企業長時間的發展展開 我們可能要先往 我們的生產資源去做 一些投資 強化之後才有辦法去做更多 更完善的CSR 你覺得這樣講的時候 Gino會聽得進去嗎 Gino會聽得進去嗎 會 所以你是真的覺得不會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會的話 你不是來講辛酸的而已 只是因為這個情形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直覺大有理性的人 所以對於你來講 在這種情形之下 其實話講難點就是說 你雖然覺得講了也沒用 但是秉書對你的專業的立場來講 該講的還是講 算是我做到的 就衣物有盡到 不然你遲著 就選擇死 好 好 就是我覺得這個疾病的 就是慈善責任 不一定說要有理解公司去弄下來 是 你今天可以提出來說 我想要做一個這樣的事情 然後去拋轉營養 然後甚至就是 不然他就是找到一些疾病去發生 去捐健康 是 基金會這樣 對 你不一定說 你一定要一次 就是 我要一次做到 會有些事 都可以找其他人 都做 一些不做的疾病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還有要用 快點講一下大概的結論 其實在這裡面來講 有兩個東西很麻煩的事情 第一個 其實碰到有一個一直在問 挺好 有沒有意見呢 就是來自於說是 大家碰到的是來自於 一 我有兩個潛在的一個 CSR的一份的一個 program 可以run 一個是我們既有run的良好的 並且跟我們的業務 當中有高度的相關 價值觀的高度的重疊 另外一個是 乍看之下無關 少人關注 這樣子的東西 他的社會後果之間 也是不大一樣 對於企業來講 我要怎麼做選擇 當然這個案裡面 他的焦點 不是集在這一塊的部分 因為他今天舉的是 在K20這個地方 而K20這個地方來講 事實際上 涉及到幾個很麻煩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公司今天賺到這個錢 賺了多少 這個部分 他的分配 到底是由誰來做分配的 是由CEO自主的 有自由的一個選擇權 來做分配 還是我要適當的 把它分配給員工 這本身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喔 因為事實上個案裡面來講 GINO從來沒有承諾過 我要把這些錢都分給你們 可是你們都誤會了 我要分給你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所以你硬要去說 GINO今天把這個錢拿來做CSR 欺騙了員工嗎 欺騙這個帽子太大了 但是員工會誤解 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們這邊要處理到的一個東西 誰有責任和權利 來分這個東西 那其實第三個東西是來自於說 好 像包廠底地的這個東西來講 他是不錯的時尚活動沒有錯 但是因為跟公司的中校的確比較少 以及所以卡到員工的一個心思來看的時候 他或許是一個值得被考量的東西 但是有沒有其他的部分來滿足他 以及說如果這個東西本身 是來自於CEO本身的initiative 員工並不是那麼容易去認同他的價值的話 那麼在這種形式下該怎麼辦呢 其中有一種可能性是 說不定Caroline可以試圖的去跟Gino做溝通的事 來自於說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值得我們投入的東西 但是可能 並不是可以跟我們公司的價值之間混綁在一起 也因此不大容易去說服所有的員工 一起跟你願意投入進來 那這種形式下的話 或許另外一種比較好的方式是 把裡面當中屬於Gino的分紅的部分 用它分紅的部分 獨立拉出來 或者它的持股部分 部分你信託的方式來投資到 這個事情來講 可以讓這個公益活動當中的一個個人色彩的部分 可以因此被犧牲被犧牲掉 也不會造成員工當中的一些反彈 那可能是另外一種可能可以做的東西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上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然後回去麻煩各位看一下那兩份個案 好謝謝 謝謝